醒神好音樂 攝梅 攝聽音樂 今天非常榮幸 我們請到 香港人氣男團MIRROR 其中一位成員 Edan 呂雀安 Edan 你好 Hello Mavis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Edan 呂雀安 Edan 呀 今天剛好就是大年初一 不如先在這裏 和我們的聽眾 和一班爵士們拜年 沒問題 大家好 新年快樂 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為苦練行大運 嗯 太好了 不如說起新年 知道有一個新年劇 新年戲叫做《合家辣》 你是有份參與的 其實你接到這部戲的時候 應該都知道 很多前輩一起合作 又有阿君如 又有阿鄭忠基 全部都是做喜劇的前輩 大前輩有沒有壓力 其實呢 其實呢 當時是不知道有他們的 當時最開始去Casting的時候 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純粹知道有個劇本 就是一個導演的故事 知道是君如的公司 那裡面是有什麼 演員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當時因為其實 那時候都沒有拍過電影 就是沒有接過電影 也都很想嘗試 其實那時候的心態就是 有得參演電影已經很好了 就是什麼角色都想試一下 所以覺得Casting 也是一個訓練的機會 或者學習的機會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做的戲 真的不是特別厲害 那又很少這些Casting 就是多數就是公司Casting 很少出去外面Casting 所以就不要管了 什麼都試一下先 那樣 所以就去Casting 那時候Casting之前就知道 原來阿君如同 陳學生先生都在上面 哇死了 很緊張 怎麼辦呢 但是幸好相當去 只是跟副導演對戲 就是君如和陳先生就在另一邊 那掃完之後才看到他們 那去到後來 知道CastingOK之後 才知道原來有阿忠基做我的爸爸 有阿忠基做我的媽媽 還有君如做了姑媽 那做君如做監製 然後才突然好像中了六合彩那樣 因為完全沒有預期過這件事 就是當初我覺得有得參演電影 就已經很高興了 還沒有想過有這樣的陣容 所以真的覺得 嘩 很幸運 很開心 嗯 其實同樣都是喜劇的性質 之前你又拍過電視劇《大叔的愛》 其實你覺得呢 就是拍《俠加勒》和《大叔的愛》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有些不同 演技方面會不會有些什麼分別 我覺得是差很遠的 因為《大叔的愛》是一個極端來的 因為他那種日劇的那種節奏 還有他那個角色本身 整個劇本身就容許我可以用一個很浮誇 很誇張的演繹去做 但是去到《俠加勒》 其實這樣就很不同了 因為他已經不是甜片 不是日劇 所以你不能再用那種什麼都很誇張 什麼都很滑稽的方法去做 所以其實 反而《俠加勒》裡面的我 其實都 那個角色都很實正的 因為他是真的一個很 真是一個現實中存在的人 所以我不可以用一些太過 就是不可以像《大叔的愛》那樣 保持著誇張 還有一些好笑的位置其實 反而不是很在我身上的 就是在劇本上 反而多數是在中基那裡 在支持那裡 在君語那裡多一點 還有《俠加勒》其實這一套電影呢 我覺得和大家想像中的河水片 可能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 大家可能期望河水片是 嘩好笑 保持著笑 是的 很開心 很無厘頭 但是其實我這些 《俠加勒》呢 是比較反而劇情一點的 就是當然 很少的地方會有 但是 主軸是一個很劇情 反而甚至可以說是感動的一個故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到時候看到 應該會和大家想像中有一點點不同 嗯 我也知道 有些報道都說到 你中間有一段哭戲 都需要 都幾大挑戰性 是嗎 是的 都是 因為 一向都知道自己 難哭的 一向他本身都難哭的 是的 演唱會的時候 都說是全部人都哭了 只有我沒有哭 那調教你MIRROR的時候 也是全部人都哭了 只有我沒有哭 是的 所以 所以 一向都很害怕哭氣 還不是很害怕的 其實 所以去到那一天 但是君如就真的很好 他給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幫我做這些事 所以那一次的哭氣 應該是我 起碼一定比大叔丁愛的哭氣 是的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超厲害 超好 突然間突飛猛進 當然不是 我覺得都要保持著去進步 保持著練 所以都期待 我希望我以後有一天 是不用怕哭氣 嗯嗯 其實你覺得自己入了行之後 都一段時間都好幾年 兩年 三年 那你有什麼是最不習慣的 最不習慣 嗯 因為可能我本身個人 又 不是很想事情的 很多時候 我又沒有想太多事情 就是有什麼來我去做 所以我又沒有說有什麼特別很不習慣的 就是我可能因為我本身個人 適應力都比較高 就是 還有我又真的 因為很喜歡做事 所以就算那些時間很顛倒 或者很忙 或者可能前輩操機要吃得很清 我也沒有說很不習慣的 就是可能現在比較難出街 去和朋友吃飯 或者怎樣 我又沒有很不習慣 因為本身個人很喜歡留在家裡 所以都還好的 都還好的 OK 都還好的 所以我又真的很幸運 但是每次遇到一些角色都很有趣 可以有發揮空間 或者很特別 例如田田也很特別 例如Eye Swim 接下來做的角色 又是和田田兩個極端 又覺得很好玩 同時又可以訓練游泳 所以每一次這些演戲的工作 我都覺得是很享受的 但是同時當然都有壓力 但是我都覺得是一個過程 所以暫時都很享受的 嗯嗯嗯嗯 講完演戲 又講一下你拍綜藝節目 我自己都很喜歡看《膠戰》 我覺得是雜雜追 其實最初你知道要拍《膠戰》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說過 我們會玩到有多瘋 玩到有多盡 最初開會是沒有說過的 反而是 最初是在玩一些《膠戰》的遊戲 就是第一次見到其他五位主持 那回想起來 那時候也覺得很搞笑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生愛 大家完全沒有說過 是啊 和現在是兩馬子的時候 那時候又不是很敢說話 嗨 你好 你好 那些很客氣 還有那時候玩那些 我們玩過狼人 又玩過迷你遊戲 但是其他人都不太懂得玩狼人的 哈哈 那時候我心想 哎呀 糟了 大家好像都不太懂得玩遊戲 那我到時候會怎樣呢 是 還有那時候也沒有說 沒有說什麼 說你這樣會玩什麼 但是我很深刻 就是我們那時候一起 開會談的時候 我都已經有提出 其實我覺得 這個節目是很有潛力的 嗯 我覺得如果做得好 或者大家有默契 其實是可以真的好像做到 韓國的Wonning Man 是可以成為一個長壽的綜藝節目 那時候就說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不如嘗試向這個方向發展 那樣 我真的沒有想過 竟然出現了第二季了 那樣 所以真的很神奇的 很難得地我們六個人很合 所以都希望 真的很希望可以繼續拍下去 嗯 那你應該還有兩集就播完 交戰第二季了 只剩下一集了 只剩下一集 那你這麼多集裡面 哪一集或者哪一個遊戲 你最印象深刻的 最印象深刻? 首先萬聖節那集我都很深刻的 就是每天和晚上 是 還有其實 接下來那集我都很深刻的 因為接下來那集都真的很 我那時候拍都笑到瘋了 還有 我不劇透 但是總之都很爆的 真的很爆 所以我覺得大家 可以期待一下 最後那集 OK OK 其實你都接受過很多人訪問 有些訪問都說過 你都很想成為一個全能的藝人 譬如你現在都做很多方面 嘗試有唱歌 拍劇拍戲 主持 做藝節目等等 那其實你覺得是不是已經可以做到全能藝人 我會形容做 我現在都真的是一個很 很正確的方向 現在 因為當初 就是心目中一直覺得 我很想做全能藝人 很想 那個影視綜藝我都可以做到 但是當初 有這個想法 但是我未必有這個機會去做 但是 到現在 真的 還有 有交戰 電影又拍了 劇集又拍了 又出了歌 所以好像真的向我這個夢想 目標進化的感覺 但是 你說成為了沒有 當然沒有 因為 全能藝人 那個 對我來說的標準 是我每一件事都做得好 或者 我不會說每一件事都做到100分那樣好 但是起碼每一件事都是 大家信服 或者覺得 嗯 你是可以的 但是暫時那個 完全沒有 就是我是一個開端 我覺得 但是接下來的工作 就是一定要把每一方面都做得更加好 才可以成為我這個夢想中的全能藝人 那你試了這麼多方面 你會不會說 暫時有哪一方面你自己特別喜歡做的 就是說 可能會專門去專攻發展那方面 如果你說 有沒有哪一方面特別喜歡呢 那 我每次都是說每一方面都喜歡的 但是你說做得最舒服 或者最沒有壓力 那一定是仲藝交戰的 因為 真的好像去玩而已 就是你拍交戰拍仲藝 純粹做回自己 那我們有什麼都不用準備的 純粹去放假 和朋友在那邊玩 但是 剛好拍下了這個意思 但是 例如唱歌啊 做戲這些 就是 知道自己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 那多數你很喜歡一件事 一定是你那件事很厲害 給你信心 所以 都喜歡的 但是 就是信心 還沒建立到 所以 希望未來真的可以跟大家說 我真的很喜歡 自己當自己真的有能力之後 那如果專攻呢 其實 又真的 又真的沒有特別想專攻哪一樣 因為 我覺得 Edan就是 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有不同的一面 給大家看到 所以我如果專攻一樣 除非我那樣真的很厲害 除非我真的 嘩 唱到 全世界可以聽到我唱歌會流淚的 或者 做戲做到 嘩 真是很傻 所以我才可能會專攻 但是暫時 我都覺得我未必適合專攻 我都覺得 還有我自己也喜歡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 暫時都是向著不同的方向發展線 嗯 其實最近 我知道你都上了谷Sir 阿谷德超其中一個節目 他都讚你 說你真的很有喜感 而且很入屋 他說很希望你可以 帶多些歡樂給香港人 嗯 甚至乎有些報導說 你會不會是 ERROR的第五成員 是 所以我就想到這條問題 如果讓你有得選 你會選入MIRROR還是ERROR呢? 嗯 其實說入ERROR這個 都很早期開始 就是 那些粉絲開始 在我開玩笑地說 因為當時拍MIRROR GO的時候 就發覺 我都挺有喜感 或者挺熟 這個人 他就說不如你進ERROR吧 等於花姐也有說過一句 就是 ERROR都差一個會彈琴的人 所以 很多時候就說 不如Edan你進ERROR 但是如果讓我選 我當然是選入MIRROR 因為 我自己其實 我本身自己都很喜歡看韓國的男團 嗯 還有我又很喜歡那些偶像劇 其實我真的很想做偶像的 只不過 剛好那些條件就 走歪了一點點 這樣 那 還有 因為我自己也有說過 就是 其實我覺得 我在MIRROR 就是剛好 因為有一大群都是很有型 很有魅力的人 那我在裡面 做一個 有少少搞笑的角色 那 就會令到自己幾突出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ERROR 我怎麼救他們瘋 他們傻的 我去到 我就做不到這些 我去到 我就變成偶像 真的 所以 我覺得是 剛好 所以給我選 我一定是入ERROR 嗯 其實今年 應該是說 過去那一年 2021年 其實你各方面都有好成績 譬如大叔的我 很受歡迎 再加上你樂壇方面 成績都非常之好 其實你覺得 譬如之前很多人都喜歡 拿伊先生年魂不幸事件 這首歌來套在你身上 那你覺得是不是已經 就是聲討了你一個稱號呢 就是你不再是黑氣石呢 是 其實黑氣石這個名字 我覺得都是一個課分的 因為黑氣石這個名字 都源自於一些綜藝節目 就是MIRROR GO 和膠戰 但是其實我覺得黑氣石 都是一個幸運來的 因為是綜藝之神眷顧我 才可以令到我出了這些 因為就是 不是故意做的嘛 而那些 不幸運的事件 的確很好笑 還有有效果 所以其實都 反過來想 其實都是一種幸運來的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 其實沒有覺得過自己 很不幸運 很克制的 一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 很幸運 很苦力 很幸運的人來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黑氣石 都是一個象徵 我也都很願意保持這個黑氣石的 當然一直在綜藝上 其他就沒有綜藝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個名字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其實是你玩遊戲的時候 真的這麼黑氣 還是剪接剪出來的 可不可以說的 可以的 其實我完全全都是真的 是嗎 我自己呢 我都覺得拍綜藝 不可以假的 因為一假 我們的反應就很假的 其實很多觀眾會提得出來的 有些時候我們拍一些 一些TED 或者拍一些東西 因為可能有些機器問題 或者怎樣 要拍多TED 每次一拍多TED 我們這些反應都很假的 所以 我們都說我們做不到這些 所以全部都是真的 嗯 那你今年 或者對上那年出的幾首歌 都算是一些比較抒情歌 一些慢歌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唱一下其他歌曲的種類 又或者有沒有什麼種類 你都很想試的呢 其實絕對有的 其實我本身去年都有想過 中間 可能第三首歌 已經開始轉一轉風格 但是最後沒有做到這個選擇 就覺得 不如第一年去盡一點 建立好那個形象 那到今年就完全是任何玩的了 就是我有些什麼歌想玩 或者什麼風格想試 我都會試 那所以接下來 出的那首歌 都一定跟去年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什麼時候會上架 什麼時候在串流平台 目標是月底的 OK 目標是月底的 但是 都 因為這首歌都 心思的需求都很大 或者需要很多時間去準備 所以 希望趕得及 好 非常期待 那最後不如就問問你 那今年來近2022年 有沒有什麼其他工作計劃 那除了 那我知道你們很快就 Jox那裡會開個 Online show 跟Jer一起 那會不會 做一些其他的show 或者有沒有其他計劃 今年的計劃 暫時 希望就是年中 7月可能就開演唱會 MIRROR 然後 我現在就準備拍一套劇 籃球劇 還有 籃球劇之後 應該都還會有一個電影會拍的 是的 還有 都是 出歌 還有希望可以拍交戰S3 暫時的計劃 會不會有自己的專輯出 會不會有自己的專輯出 有沒有計劃 專輯啊 暫時還沒有這個消息 就是先出單曲 暫時還不知道 希望未來 OK 好 那時間也夠了 謝謝Edan 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用客氣 希望你未來這一年 都繼續 E先生連環 幸運事件 好 多謝 OK 拜拜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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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